主席最近是提到財政紀律的重要 而且也點出了七年來 蔡政府編列特別預算高達兩兆四千多億元 不過蔡政府在2019年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說他是最有財政紀律的政府 事實上從任以來我就每次講說 我們要想著留下一個什麼台灣給下一代 我們來看看 在預算法裡面其實對特別預算有個規定 就只有四樣可以用 國王緊急設施及戰爭 國家經濟重大變顧 還有一個重大災變 還有一個不定期或數年一次是重大正事 坦白講我認為這個等於是開後門 就讓他有一個方便巧門 這前面三個比方說COVID-19要編 雖然也是忽編 但是至少還符合自己一樣 以後經濟重建 然後用這個好不好勉強 買軍購坦白講除非已經發生戰爭了 不過買軍購理論上應該是編正常預算 那這特別預算有什麼問題 因為在我們目前的法律裡面 特別預算不算預算 所以我們看看本來財政很簡單 就是一個收入支出 對不對 看最後剩下多少錢 執行率不會百元之百 所以一定會剩下一些 所以他挪用以前剩下的錢兩千多億 還有這個舉債兩兆兩千多億 事實上在2020年簽署回應的報告就是說 特別預算常態法而且無難 所以審計部就直接寫說 近年來政府編列多項特別預算 均於舉債之用 導致政府債務不斷的增加 我們一年以上未償還的公共債務余業 大概是五兆九千九百三十八億 到今年年底應該會到六兆六千七百四十八億 明明我們債務就是在增加 好 沒關係 好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